我是林晨星林医师 那我是跟这个会长介绍的一样 是在Houston Methodist 在德州医学中心里面 Mathodist Hospital的一个临床过敏免疫科医生 那因为工作的关系呢 我们也负责咨询免疫 以及这个疫苗相关的病例 还有一些 如果你是施打疫苗 产生的过敏反应 我们也做相关的咨询以及诊治 那今天很高兴来到这边 跟大家再讲一下这个COVID-19的疫苗 因为距离上一次的这个疫苗的讲座 相隔也一段时间了 所以想说这次专门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COVID-19疫苗2022年的最新咨询 那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开始 那今天的大纲呢 我们主要会有这个简介 借用简单的介绍之后呢 我们就会到下一个重点式的三个部分的分析 首先是加强针booster 以及疫苗安全的新资讯 还有最后的最后 当然last but not least 我们会讲一下这个Omicron的变株 以及目前最新的这个研究数据表明 我用的这些数据呢 全部都是一些是有本 就是在临床的这个杂志 以及重要的这个政府资讯上面 公布的讯息 都是不是这个谁的哪个专家分享 全部都是有不同的paper 和不同的报告出来 那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 给大家回顾 疫苗呢 疫苗是什么 疫苗是通过刺激免疫系统产生免疫力 进而预防某种疾病的致迹 那使用疫苗最常见的方法 是注射 是注射 大家应该都知道 但是也有一些是口服跟鼻悟剂 例如说有小孩的家长 应该还记得这个小孩 新生儿 他们就会有这个口服的 那个轮状疫苗的 给口服 口服剂 以及如果你是18岁以上 这个 Flu 这个叫什么 流感 流感疫苗 它的那个鼻悟剂 它也有鼻悟剂的疫苗 那这中间呢 给大家两个图片 第一个图片是目前我们的疫苗的 近代发展史 每一年都会有几个新的疫苗 通过FDA核准 这是最近几年的疫苗发展史 右边呢 是给大家回顾一下 以前是用这个 鸡蛋 鸡蛋作为 病毒的培养机 然后呢 培养病毒之后 再把它灭活 制作成疫苗 最常见的 大家应该都还记得 这是我们很多在最常 到现在都还在用的 流感疫苗 就是用 蛋 作为这个病毒培养 然后再把它灭活 做成疫苗 这张图呢 上次也有用过 这是美国CDC的数据报告 左边跟大家来看 左边是疾病 左边是疾病 中间是在还没有疫苗出现 之前 美国每一年的得病人数 那右边呢 是2020年被报告的人数 可以很明显的 在最右边呢 最主要是在最右边 很明显的看到 在有疫苗之后呢 这些疾病都下降 99% 97%以上 下降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所以这故事告诉你说 疫苗是真的是很有用 在对抗疾病 以及疾病防治上面 是非常有效 而且呢 FDA核准的疫苗 一定是安全有效 而且是在利大于弊的情况之下 才会核准 那话说回来 我们要出到今天的重点病毒 SARS-CoV-2 严重急性呼吸道症状症候群 冠状病毒的恶行 这个是左边呢 是一个冠状病毒的示意图 示意图 那冠状病毒呢 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右边呢 是它在电子显微镜下 放大之后 长的样子 跟左边这个示意图 没差太多 那最主要的注意的呢 是一个这个 在这个病毒表面 出来凸起来的这个物质 这个物质呢 英文叫做spike protein 中文叫做极蛋白 它是绕在病毒外面 一整圈的这个蛋白 也正是因为有这个蛋白 使这个病毒 看起来像一个王冠一样 所以才叫做冠状病毒 OK 先给大家认识一下这个极蛋白 那这个极蛋白之所以这么重要呢 是因为 从左边来看 它是一个 想要病毒 想要进入细胞的话 它必须要透过这个极蛋白 跟我们的细胞上面的受体结合 在结合之后呢 它才能进入细胞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目前所有的疫苗的发展的平台 全部都是以极蛋白作为主要的免疫激活的对象 也就是注射疫苗 制造抗体 对抗这个极蛋白 才可以防止这个病毒呢 进入细胞里面 因为这个病毒呢 主要是靠极蛋白来进入细胞 那在右边 这也是为什么 病毒的 它当然想要存活 那它存活的方法呢 就是它 藉由普遍 它身体上的极蛋白 来达到这个 免疫逃逸 的效果 叫immune escape 它是透过这个变异 来改变 改变 就是我们打疫苗 或者是天然感染导致的免疫反应 那向各位来看 这边是Delta 这是之前的这个Delta变异株 这个红色呢 是代表它的突变 它的突变的地方 红色的在这个Delta上面 突变还不是很多 还不是很多 但是到这个Omicron呢 显著的 大家各位都可以看到 显著的突变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目前在说 Omicron具有一定的免疫逃脱 因为它在光是在极蛋白上面 就已经有30多个突变 就已经有30多个突变 这也是为什么 有些人可能 他之前得过 他现在还得 或者是有一些 之前打疫苗 他可能还是会有感染的风险 因为Omicron 它确实在免疫逃脱上面 具有一定的功能 因为它的突变点 实在是太多 有30多个 那目前COVID-19的确诊处 这些是从CDC上面取下来的数据 那这个取数据的时间点 是这个礼拜四 这个礼拜四 那大家可以从这边来看 这几个波峰波谷 第一波第二波 第几波 大家一定都会 还心有余悸 或者是还有印象 去年冬天的时候 还有今年夏秋的时候的Delta 一直到最新的Omicron Omicron直线型上升 Omicron直线型上升 在1月12号 单日确诊85万 7天内的平均数量 一天78万 都78万 80万 差不多100万 那一天 这个确诊数量 最近是非常非常高 因为Omicron的关系 下面一个是COVID-19的 死亡病例数 当然相对于现在 去年冬天在还没有疫苗 跟疫苗刚出来的那段期间 死亡率是最高 那之后呢 我们有很多的年长的族群 都已经打过疫苗 以及疫苗的普及化 以及之前的先前感染之后 天然感染这个COVID-19之后 死亡率是有不足 像上次冬天这么高 但是几个波峰波谷 还是看得到 这个是Delta 然后这个是目前的Omicron 那目前的7天之内的平均数量 一天还是有1700个的人 死于COVID-19 不行 下一个呢 是CDC的COVID-19的突变种 所占的比例 这个是根据我们在CDC 在各个地方所检测的 到了病毒 然后给它做完整的基因定序分析之后 从0到100来看 各个的这个突变种所占的比例 那橘色的 大家应该都会知道 这是从10月份 一直到今年的1月份 那10月份以前 甚至到12月以前 几乎全部都是橘色的 那大家可以在右边这边看到 橘色大部分都是Delta Delta那时候占的是绝大多数 但是在Omicron 是从12月1号在美国发现之后 短短的三个礼拜 到12月25号 已经超过50% 变成主要突变株 已经超过50% 变成主要突变株 一直到最近 最近的分析已经是 预估大概是98% 98%全部都是Omicron的变异株 这个速度非常非常的快 非常非常快 短短的一个月时间 已经快要接近这个98% 那接下来给我简单的介绍之后 我们就要到下一个 三个重点的章节 第一个是加强针 Booster 那首先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这个加强针的定义 因为我在做临床的时候 很多很多病人 他们都搞不清楚说 我是打第三针 打第四针 到底哪一个是加强针 我什么时候 应该是打第四针 别人都答应打了第四针 为什么还打第三针 所以在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下 这个非常让人家困惑的 这个加强针的定义 那我们先从右边来开始看 加强针 Booster 真正的加强针 是什么意思呢 是代表 如果原本的疫苗 引起的免疫反应 随着时间递减消退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施打加强针 OK 就是你一开始 引起的免疫反应 已经算已经达标 但是你随着时间递减消退的话 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我们建议你施打加强针 重新增加你这个抗体数量 达到一定的 回到原本的这个免疫反应 那针对呢 所有符合规定的人 在接种 尤其是接种两剂的这个mRNA疫苗 也就是辉瑞跟莫德纳之后 一段时间呢 再接种加强针 所以大多数情况下 一般人都是打了两针之后 间隔一段时间之后 打了第三针的加强针booster 但是呢 有些人呢 他们原本的 因原本的疫苗呢 引发的免疫力低下 显示疫苗能引起的保护力不足的时候 他们那个时候呢 需要打疫苗补充剂 大家不知道还记得八月份 去年八月份的时候 FDA跟CDC都 如果你是中度到重度免疫缺陷的病人 打了两剂 引发的那个免疫反应不足的时候 他们就是建议打第三剂 打第三剂 所以对这些 接种过两剂mRNA疫苗的中度到重度免疫缺陷的病人 他们才需要打补充剂 也就是 the third additional dose 我们不叫booster 也就是一般人 他们打两剂就够了 但是针对中度到重度免疫缺陷的病人 我们要给他三针 他们的三针 才能等同于一般人的两针 所以他们打了三针之后 时间上满足条件之后 他们才需要打到第四针了 第四针是booster 因为他们打了第三针 达标之后 随着时间还是会减退 跟正常人打了两针一样 随着时间减退 所以到达他们到达一定时间之后 他们就必须要再打第四针 就是相当于一般人的第三针 所以当我们这些免疫力低下的人 他们的第三针 我们叫做the third additional dose 是叫additional dose 并不是叫booster 这边是要跟大家澄清一下 因为很多人有这方面有疑问 那这个就是一个证据 表明说 就从这边来看 如果你是打了两剂 打了两剂的mRNA 然后这边是 左边是 这个Y轴这边 是这个抗体的抗体反应 如果你无论是cancer 跟这个透析 或者是 器官移植 或者是你有在服用任何 免疫抑制剂的话 你所产生的抗体反应 都低于这条线 这条线是什么呢 这条线是 一般正常人的情况 一般正常人 打了两剂mRNA mRNA疫苗 辉瑞或莫德达之后 95%到100% 都是这条线以上 到这个 有一点不明显的实现 95%到100% 全部都会有反应 但是根据你的 疾病的 有某些人的疾病不同 他的免疫力会低下 所以针对这些族群呢 大家看到 他的免疫反应都不等 但是都是 普遍都会低于这条虚线 所以对于这些人呢 他们需要打到第三针 他们打三针 才相当于普通人的打两针 OK 所以他们打三针 才算完全接种 那距离第三针之后 一段时间 当他的免疫反应 又免疫力又下降的时候 他们才需要打第四针 也就是一般的booster 那出到 接下来就到下一个 到底对一般人 或者是对其他人来说 到底你需不需要打加强针 需不需要打加强针 那为了要解释这个问题 首先要跟大家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基于这个概念 我们才能很好地理解说 为什么要打加强针 那疫苗引起的免疫反应 大家最常见的在报章杂志 或者是社交媒体上面 所看到的 就是打了疫苗之后会产生抗体 这个抗体呢 主要是这个B细胞 B细胞在制造的 他制造这个 大家可以看到 Y型的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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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这个病毒结合 在血液中 或者是在表面 跟这个病毒结合之后 结合之后 就可以防止这个病毒 进入到细胞里面 OK 这个是抗体的功用 那可以 大家可以想象成 这个抗体呢 相当于这个警察 这个警察在巡逻的功用 但是呢 当病毒 如果进入到细胞之后 进入到细胞之后 这个外面巡逻的警察 就没有用 就需要一个特别的细胞 叫做T细胞 这个T细胞 大家可以想象成 军队 军队呢 就很有效的 很有效率的 把被病毒感染的细胞 清除 清除 所以一个是抗体 是警察 另外一个T细胞呢 他们是军队 他们一个是保外 一个是保内 来负责身体对抗病毒的免疫 免疫 那打疫苗呢 主要的不只有 这个抗体的免疫反应 还会有这个T细胞的免疫反应 那最后呢 他们都会形成这个 记忆细胞 记忆细胞 身体有这样的机制 所以身体在 再一次碰到这些病毒的时候 他们很快的又会引起这个 免疫反应 然后对抗病毒 那疫苗的保护呢 也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 藉由大家在上一章 有基本的概念之后 来跟你说 从无细胞感染 一直到无症状 轻微中度 严重程度 死亡程度 一直到死亡 这个是不同的细胞 不同的军队在负责了 大家可以看到 你越是严重的程度 你越需要你的军队的数量 以及军队的能力 OK 那当你到达越比较 越来越需要抵抗说 病毒进入到细胞之前的 这个对抗的话 就是需要这个警察 那有功能性的警察 多少 多少的警察是有功能的 以及 这个警察的数量多少 会取决于你这个感染 一开始感染的这个能力 但是呢 当你说要防止重症 或者是防止死亡的话 主要呢 是看你这个军队 也就是T细胞的数量 以及比例 OK 大家可以简单的想 一个是负责对外的 这个是决定 这个抗体决定于 你会不会感染 另外一个是你的 T细胞 你的军队 这个决定于 你的 即便得到疾病 你的疾病的严重程度 那抗体呢 不幸的是抗体会随着 这个警察会随着时间削减 这个抗体会随着时间削减 无论是你的 总的抗体数 针对这个 冠状病毒的抗体数 或者是这个功能性抗体 有公用的抗体数 他们会随着时间慢慢的消退 时间慢慢的消退 慢慢往下滑 那这个消退的速率呢 取决于两个重要的概念 一个是你身体的体质 你身体的体质 一开始你的身体 对这个疫苗 产生的免疫力反应 还有呢 会取决于你的年龄层 如果大家来看到这边 如果你是60岁以上 或者65岁以上 或者是处于老年年龄层 你一开始的抗体的免疫反应 下降 相比一般的 普通的年轻族群 一开始的抗体浓度 不是那么的高 然后大家都会学着时间下降 所以是取决于个人的 反应 免疫反应 以及取决于你的年龄 会是主要的关键 那因为抗体随着时间的消减 那当然你巡逻的警察数量 随着时间减少之后 你的感染的 几率随之增加 我们从这边来看 先从左边这边歪走 这边是感染率 这边是感染率 然后我们从16到39岁这边 先从这边来看 16岁到39 白色的这三个bar 白色的这三个区块 代表的是说 大家可以在右边找到 代表的是说 在疫苗还没有出现的情况之下 这是那个时候的感染率 OK 然后呢 下面这边右边 颜色由浅入深 是代表说 间隔你第二季的时间 越久 你的颜色越来越深 那大家就可以看到 一开始你打了两剂之后 你的感染率是下降 但是随着时间越久 你的警察数量越少的的时候 你的感染率就上升 这个是无论是看不同的年龄层 都是一样 40到59岁 白色的是在疫苗还没出现之前 然后呢 这个是刚打了疫苗之后 一直到时间越久 越趋近于这个越来越往上 因为你的巡逻的警察 所以这时间越久 它的数量一直一直在递减 就是会导致你感染 但是呢 严重COVID-19感染 不明显 不明显 尤其是大家来看到 在16岁到39岁 一直甚至一直到60岁 严重的COVID-19感染 这边是疫苗还没出现之前 这边是疫苗距离时间 上升的不明显 上升的不明显 为什么呢 因为军队的概念 跟警察的概念 是两回事 就一个简单的例子 可以跟大家讲 警察随着时间递减 警察呢 他们是直接就是 截火 也就是 就是叫什么 被fire 警察就直接被fire之后 他们直接的数量递减 军队不一样 当军队减少的时候 军队的数量下降 这个结甲归田 他们还是国民兵 OK 他们还是国民兵 所以他们并没有处于这个 叫做这个无业情况之下 他们都是回归到国民兵 所以当你如果在遇到COVID-19病毒的时候 这些国民兵立刻征召回来 立刻征召回来 快速做出反应 所以呢 他们呢 可以控制得了严重COVID-19的感染 但是呢 警察呢 就是不是征召 警察是征裁 他们还要面试 还要领选 还要这个数量上升 要一段时间 所以他们在相对于在感染的层级上面 他们就没有防护的 像军队的防护力一样 这么快速 力量这么强大 这也是为什么你看到前面 感染的力道会比较大 但是如果你是打了两剂 严重COVID-19的感染 这边增加的 距离时间越久 增加的并不是那么多 除了一个年龄之外 当然随着年龄增长 这个军队的老化 当然是会有对军队的这个功能 产生着严重的影响 所以在针对60岁以上 大家可以看到 随着距离时间越久 他的严重的COVID感染的能力越高 但是相比之下呢 在普通族群 在年纪稍微年轻一点的族群 他们的军队还是非常的有效 征兆可以重新回到这个工作岗位 可以对抗病毒 所以严重的COVID感染的几率 反而没有上升的 像之前的感染那么明显 那这也就是大家可以主要的看到说 在以色列当时的这个Delta的感染数 快速升高 这是从6月15号开始 以色列那个时候因为Delta的关系 他的这个感染数快速升高 但是呢 他的severe case并没有上升那么快 因为大部分的病人 他的这个军队的能力都很好 主要的是老年人的 他的军队呢 并没有这么好 比较老兵 所以这个severe case呢 上升的会比较缓慢 相比这个infection的情况之下 那加强针会有什么特别效果 加强针会给予这个警察跟军队 重新让他们重新招募跟 重新招募跟征招 他会提高不只是这个军队的效果 也会同时提高 显著提高这个警察的效果 这也就是为什么 大家可以看到在右边 不管在任何年龄层 在打了加强剂之后 在打了加强剂之后 60岁 59岁 40岁 所有的感染的 感染的数下降 都是在10倍 10倍15倍左右 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看 10倍15倍 10倍15倍 都是在这附近 所以他的确诊数呢 感染的能力下降10倍 感染数下降10倍 那在针对60岁以上的族群 军队重新训练之后 军队重新训练之后 在打 booster的情况之下 死亡率明显比直达两剂下降 非常多 这些大家都可以看到 很明显的下降 所以说到这 加强针有什么好处呢 加强针可以 升高警察数 可以预防很多有症状的 covid-19感染 那加强针也可以有效预防 因为covid-19感染 导致的住院以及死亡 特别是在60岁以上 但是呢 对于年轻的族群 给大家刚刚也看到 也是有少量的 也是有 也虽然他们是少量的增加 但是还是会 这个加强针还是对他们 都会有好处 因为这个几率呢 虽然是小 但是也是很有帮助 那依据年龄分析 分析这个加强针的优缺点 年长者有最大的必要性 OK 年长者有最大的必要性 在其他的年龄层呢 则取决于个人的利益风险评估 利益风险评估 那但是呢 在大多数情况之下 都是利益大于弊 都是利益大于弊 因为呢 我 就我个人来看 不只是住院跟死亡 你想要 这个预防 其他的我们之后也会讲到 其他的就是你打加强针 即便是你是不到60岁 你还会是有得到其他的好处 OK 加强针总的来说呢 可以预防感染 减少传播 减少病毒的突变 那下面这张呢 就是要跟大家讲说 还有其他的好处 最明显的呢 应该是从这边来看 这个是COVID-19 感染的后遗症 在美国我们叫做PASC Post Acute Post Acute Sequelic of COVID-19 在50%的病人 他在感染COVID-19的之后 一直到6个月 他都还会有以下的后遗症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是因为这个冠状病毒 他可以入侵血管的内皮系统 就可以 也就是说 他可以导致血管炎 那取决于他的 器官位置 哪里发生血管炎 就可以导致哪里的病边 所以有可能有肺部 有脑 有心脏 各个部位 只要哪里有血管 他就可以导致那边的器官 出现后遗症 50%的人 得到COVID-19之后 就算即便到了6个月 都还会有这些病发生 那打这些疫苗呢 都可以降低20% 甚至到50% 不等的这些后遗症 所以跟大家讲说 就算你是低于60岁 即便你不容易住院 你不容易死亡 但是呢 你打这些疫苗 还是可以预防 你如果得到COVID-19之后呢 产生的这些后遗症 所以不只有防住院跟死亡 这么简单 还有防其他 种种不一样的其他的方面 这边可以顺便跟人家讲一下 小朋友 小朋友根据目前的数据 10%到15%的小朋友 如果是在天然感染COVID-19之后 有大概有10%到15%的小朋友 会得到这个脑功能的下降 以及这个学校成绩的下降 所以这种种都跟你讲说 就是打疫苗 还是比得到这个天然感染好 那目前呢 各个品牌 各个品牌的COVID-19的疫苗的加强症 大家可以看到 这右边有不一样的三个区块 第一个是 如果你是之前已经打了辉瑞 或者是你之前打的莫德纳 或者是你之前打 Johnson Johnson 这些他们都有 针对不一样的族群 有给指引 如果你是没有打疫苗的 到现在还没有打疫苗的群众的话 请去打疫苗 OK 那个是远远的利大于弊 那如果你是之前已经有 打疫苗的情况之下 这个booster对你还是很有帮助的 那根据这个年龄的各个不同 各个不同 大家可以到CDC官网去看 你就可以选择哪些的疫苗 那有一个重点 我特地画出来 目前对于辉瑞跟莫德纳来说 是五个月 如果你是距离第二季 五个月的话 基本上你就可以打加强针 加者加强针 Johnson Johnson的话是两个月 特别注意 Johnson Johnson是两个月 那还有几个重点 如果你是12岁到17岁的话 你的加强针应该是回瑞 因为莫德纳呢还没有 还没有到 还没有这个 Approval到12岁以上 所以如果你是12到17岁的话 还是以Pfizer为主 好 还有最后一个重点 就是booster 哪一个booster你可以 你可以打 基本上呢 目前的建议是Pfizer跟莫德纳 Pfizer跟莫德纳 Johnson Johnson呢 不建议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都不建议 所以这个已经是改了 这个大概给大家讲一下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即便你第一季打的是Johnson Johnson 你的booster的首选呢 都是会是MRNA疫苗 奎瑞跟莫德纳 为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就要讲到 这个疫苗安全的新咨询 为什么 因为交生疫苗会导致一个罕见的并发症 虽然很 虽然很罕见 但是有可能很 但是会是一个导致严重后果的并发症 在美国我们叫做TTS 叫做血栓并血小板低下症候群 这个症候群呢 不只会导致血小板低下 还会导致血栓 除了常见的肺静脉 以及深层静脉酸塞之外 这个血栓呢 还会产生在脑中的静脉 跟中风不一样 中风是动脉 这个是静脉 但是都还是会导致严重后果 这是交生疫苗 它会特别导致的一个脑静脉痘酸塞 那目前已知呢 这可以导致严重的后果 甚至死亡都有可能 所以基于在以上的原因 在12月16号 在去年的12月16号 基于在完整的安全性数据分析 以及充足的mRNA 也就是辉瑞跟莫德纳的供应之下 CDC表明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以mRNA疫苗为优先考虑 因为这个交生疫苗 虽然导致一个很罕见 但是有可能会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 甚至死亡的并发症 那各位如果在关注国际新闻的话 应该会知道 这个TTS不只有交生疫苗 其他的 我在这边特别标记出来 其他的腺病毒载体疫苗 像AZ 像英国的AZ疫苗 都会有可能导致这个TTS 然后这个血栓病 血小半地下症候群的症状 所以不只有交生疫苗 其他的腺病毒载体的疫苗 都有可能会导致这种情况 那这个呢 是美国的TTS的事件的时间轴 这边是跟各位讲一个很重要的 两个东西 第一个 从三月去年的三月二号 第一个交生打下来 之后 在一个月内 CVC跟FDA已经可以对他做出 发现 发现这个罕见的副作用 然后对他做出反应 非常非常短的时间 所以美国是有一个非常好的 这个疫苗安全危机处理的 这个数据库 以及他的系统都已经安设好 就算是有非常罕见 我们可以等一下来看多罕见 就算一个罕见的东西 并发症 CDC跟FDA已经可以做出快速的反应 而且不只是这样子 第二点 CDC跟FDA 都会在一定的时间之内 随时的密切关注 这些并发症的发展 以及针对他做出必要的 这个分析跟指引 这也是为什么在去年 二月十六号 也做出了最终的 就是改变的这个 交生 说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交生都不适用 所以这两点要跟大家讲 那有多罕见呢 大家来看到 先从下面来看 一般情况之下 这个reporting rate 发生几率 每百万分之 每打100万个交生疫苗 大概会出现 大概四个case 每百万分之四 3.83相当于4% 这有多罕见呢 跟大家讲一个概念 被雷电致死 大概是每百万分之二 大概是每百万分之二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概念 所以是非常非常罕见 即便是这样 CDC跟FDA都还是能 在一个月内都抓得到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 良好的一个这个 疫苗安全系统 那这个下面这个是 一般情况下 整体的这个数据发生率 那在女性30到50岁之后 到5030到50岁 这个区块 这个发生率呢 是最高的 大概是百万分之十 这是最高的 目前一直最高 10% 但是呢 除了这30岁到50岁的女性之外呢 大家可以看到 在18到30岁 50到65岁 都还有百万分之四 百万分之4.5 甚至的男性呢 在40到49岁 也有百万分之4.3 除了 耗发年龄之外呢 其他都有 百分之五 百分之五的几率 这也是为什么 CDC最终呢 根据这个完整的数据分析 以及这个充足的 MRNA供应之下呢 最终还是决定 绝大多数情况之下呢 都不会打 尽量不建议打交声 尽量都不愿意打交声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因为他不只有这个耗发年龄 在其他族群之上 确实都还存在着 有这些罕见的 严重的病发症 那有些人就要问说 为什么不停止施打 为什么就不直接 就是把这个交声疫苗下架 就不停止施打 是有原因的 这边是先跟大家来讲一下 如果你是在完全没有打疫苗 之下的利益风险评估 这个是打 这个是以每100万个交声疫苗 打下去之后 你可以防止COVID-19的住院率 蓝色是代表 男性 这个深红色是代表女性 你每100万的交声疫苗打下去 你都可以防止上千人 即便是不同年龄层 当然是年龄层越高防范的越多 你不同年龄层都还有几千例 几万例的住院可以防止 但是你的罕见严重负助用 都是在大家可以看到 都是个位数 都是个位数 所以在你如果是完全没有打疫苗的情况之下 交声疫苗有总比没有好 一定都是会比没有打疫苗来的好 那相比这边是把mRNA加进来 如果是把交声跟辉瑞或者是莫德纳疫苗的比较 这边把它拆开 这边左边是女性 右边是男性 灰色部分 是mRNA疫苗 大家可以看到在不同的年龄层 辉瑞跟莫德纳打了两剂之后 都远比打交声疫苗 所能防止的住院人数 都是有显著上升 都是有显著上升 无论事情从哪个方面来看 而且呢 mRNA疫苗在目前为止 已经打了非常非常多剂量之下 都没有出现过这个TTS 这个罕见严重的并发症 所以在这种种的证据之下 最终CDC做决定说 在绝大多数情况之下 都是以打辉瑞或是莫德纳为主 那打什么时候呢 会建议打交声疫苗 除非是你 比如说对第一剂 mRNA疫苗有严重过敏反应 但是你因为你只打了一剂 你的免疫反应是不全 在这个时候呢 交声疫苗才会是 才会是你的选择 或者是在某些目前美国某些地区 mRNA疫苗取得有困难的情况之下 在这个时候可能打交声疫苗会比较好 或者是呢 还有第三种情况 病人呢 在了解风险之下 他还是选择交声疫苗 这个有没有出现 有的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我们在Q&A可以来回答 但是某些情况之下 有些病人呢 还是他会选择 Johnson & Johnson 在这种 只有在这三种情况之下 你才可以建议 说你是打交声疫苗 有种比没有好 那接下来要讲一下 大家可能在这个社交平台上 或者是在这个新闻媒体上 有看到这个mRNA疫苗 莫德纳或者是辉瑞 导致的新基因 那这个是以色列的疫苗 引发的新基因比例 这是以色列的数据 大家来focus on 先关注的 最重要的是这边 先关注的是这边 这个是第三剂 加强针 有两个重要的点 第一个 男性的新基因 远比女性的多 远比女性的多 大家看到这个是 发生率 第二点 就算是以男性 这个新基因发生率 相比左边第二剂来看 明显的下降非常多倍 不只是两倍三倍 很多下降不止两倍三倍 这是告诉你说 就算是你打了第三剂 booster 相比第二剂 机率 缩减 缩减非常非常多 而且必须要跟你说 我们之后会提到 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 超过90% 如果你是疫苗 引起的新基因 都是 90%以上 都是症状 轻微 症状轻微 所以如果是利益风险评估的话 第三剂的这个好处呢 永远是比 这个得到这个covid好很多 打疫苗一定是比 感染covid好 这边特别还在提一下 这是这边一样 以色列的数据 如果你是打了疫苗 你得到这个新基因的几率 大概是在这边 右边呢 是 如果你是感染covid 如果你是感染冠状病毒 你的几率在这边 ok 不只是这样子 不只是你感染 这个covid 你的新基因的几率 还比这个打疫苗的几率上升 程度上还有严重的差异 病毒性新基因 跟疫苗感染的新基因 差很多 差非常的多 因为90%的疫苗感染 90%疫苗导致的新基因 症状轻微 病毒性的新基因 完全是两回事 在临床上面完全是两回事 这是会心衰呼吸困难 是真的是很严重的这种 那还不只是心肌炎 随便跟大家举个例子 打了疫苗之后 肾脏不会衰竭 感染了 天然感染covid-19 会有肾衰的几率 脑中风 脑出血的几率 心肌梗栽几率 这个是生成静脉血栓出现几率 全部都是上升 这个很明显的跟大家讲一个 打疫苗一定是比感染covid-19好 一定是比感染好 所以才跟你说为什么要打加强针 因为打加强针一定是把警察的数量撑高之后 尽量减少得到covid-19的风险 那再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去年 大概是10月还是11月左右 这个5到11岁的儿童的疫苗安全的更新消息 因为在去年的10月的时候 CDC跟FDA已经通过了 辉瑞可以在5到11岁的小朋友接种 这个是最新的数据 到12月19号 2021已经接种 800万剂的儿童的辉瑞疫苗 大多数的疫苗接种后 反应不良反应报告 全部都不是严重报告 短分之98以上 那在已知的这些局部的系统性的 这个不良反应发生几率 跟之前临床研究的数据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没有什么让人家特别惊讶的 说什么特别的不良反应 目前在800万里面 800万的辉瑞疫苗施打情况之下 只有12例的心肌炎确认 而且全数的5到11岁的儿童的病人 都是症状轻微 所以是800万分之12 这个几率真的是非常的低 非常的低 所以还是建议说 大家如果有5到11岁的儿童 还是打疫苗比较好 好 那接下来要讲一下 这个孕妇的安全性更新 孕妇安全性更新 左边是打疫苗常见的不良反应 比较 深蓝色是怀孕妇女 浅蓝色是非怀孕妇女 无论你是从莫德纳或者是辉瑞 第一季第二季 莫德纳第一季第二季 你看两个相比 无论是施打部位疼痛 乏力 头痛 甚至到发烧 完全都是可比性 基本上都没什么差异 基本上完全没有差异 右边呢 是这个流产的几率 流产的几率 那这个是以前在没有施打以前做的数据 蓝色的是低标 这个红色的橘红色的是高标 灰色的跟黄色的是 在这个第一产期或者是在之前就已经打疫苗的怀孕妇女 完全可以看到完全都是在一般正常的几率以内 完全没有超过或者是低于任何的数据 完全没有超过低于之前的数据 就告诉你说打疫苗完全没有影响到目前已知这个会导致流产的几率 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在在医生的族群在医生的领域里面 已经没有人在讨论说mRNA疫苗在怀孕的时候施打是否安全 已经没有人在讨论这个问题 现在讨论的是说是什么时候施打 什么时候施打会对胎儿比较好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先大家来看到左边这边 这边是COVID-19的死亡人数 在儿童里面的死亡人数 Data的这个时间点是从2020年的1月1号 一直到2021年的10月16号 5到11岁 之前这个10月份通过的这个疫苗 5到11岁 目前已知已经有94个小朋友因为COVID-19死亡 在这个年龄区间 那不要以为94很少 94是什么概念 94已经挤进小朋友5到11岁死亡的前10大死因 大概是第6位或是第7位 94个就已经可以挤进前10大死因 但是呢大家来看这个94呢还是各个年龄层加起来 各个年龄层加起来 就是在这样子低加起来 那你再注意到这边 有一个特别高 明显高于其他所有的这个 COVID-19导致的死亡率 这个是新生儿新生儿新生儿免疫力不是很好 所以看到新生儿这么高 所以现在已经不是在讨论说这个疫苗对于孕妇的安全 已经是在讨论说孕妇在什么时候 施打疫苗才能保护胎儿 无论是透过胎盘或者是母乳 已经在讨论这个时间问题 已经没有人在质疑说这个疫苗对于孕妇的安全 因为新生儿感染COVID-19明显的死亡率可以看到 光看就可以看出来 是明显的 明显的比较高 那最后的时间 要稍微提一下这个Omicron 大家最关心的 因为是现在最主流的这个主要图片株 那这个是Omicron的事件时间轴 首先在11月11号去年 从Boswana第一次分离出来 11月26号到30号 WHO跟美国双双定为 这个Omicron为高度病疫族 12月1号 美国第一例确认 在短短的三个礼拜之内 Omicron就成为美国的主要感染病族 以及在最近1月10号 美国当日 Covid-19确诊超过百万 记得 如果记得没错的话 是135万吧 当天 非常非常的高 那主要是因为 Omicron非常具有它的传染性 这个是英国的data 坡度越陡 代表它的传染性越厉害 就这边来看 这边是紫红色 是这个data data的传染力 还有一个比它还陡 几乎是呈90度上升 这个就是Omicron 绿色的这条 这条是Omicron 所以很明显的看出来 它的传染的能力 非常非常的快 几乎是直线型上升 直线型上升 坡度越陡 代表它的传染力越厉害 那Omicron的严重程度 则是要以南非最早的南部的 就是以南非的数据 因为它边是最早流行的 Omicron的严重程度 南非总共经历过四波的 这个COVID-19的Wave 从第一波之前的病株 之后到beta Delta跟Omicron的病株 那严重程度呢 可以带各位来看 这边是COVID-19的住院率 得输养的 那个必须要输养的 这个几率 需要插管的几率 甚至是到这个重症 进入到ICU的几率 那以Delta来跟Omicron来比较 住院率一个是70% 另外一个是40% 需要输养的一个是74% 另外一个是17% 不管你怎么看 这个是ICU 30% 18% Omicron明显 明显 程度稍微要降低 稍微要降低 这就是为什么 在美国目前 也是看到一样的数据 但是呢 这边要特别跟大家讲 南非得出这样的数据是 它是在有44%的成年人 都已经打过疫苗 而且是在50%的人 之前就已经有得过 Covid-19底下 得到这样的Omicron的数据 所以我必须要 跟大家讲 如果你是到现在为止 还没有得过Covid-19 或者是你还没有打过疫苗的话 Omicron对你来说 就绝对不可能只有轻诊而已 就算不是轻诊 得了的话 很有可能会重症 那即便是相比Delta情况之下 也许你之前感染过 或者是你之前有打疫苗过 还是有可能 你还是有可能会有一定的几率 是相比70% 40%比较低 但是40% 不是不是5% 40%还是很高的 这也是为什么要 之前要讲说 要施打加强针 尤其在Omicron的肆虐下 一定要加加强针 这边是在实验室的数据 实验室的数据 如果你是打了两剂之后 时间间隔在五个月或六个月 距离你打两剂的MRNA一秒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来这边 虚线是代表说可以测到的抗体浓度 在五到六个月距离第二剂之后 基本上已经没有 基本上已经没有 这Omicron根本就是 根本就是几乎是什么都没有 一定要你打的booster之下 你才有显著的抗体数量上升 抗体数量上升 那大家应该还记得 警察数量上升表示什么 警察数量上升表示你不容易得到感染 不容易得到感染 先前感染过也建议要接种疫苗 为什么呢 一样Omicron 这个是在没有打疫苗 天然感染的情况之下 抗体的数量非常的低 一定要打了疫苗之后 才会有显著提升 才会有显著提升 这是为什么在Omicron之下 之前没有之前感染过 没有打疫苗的请去打疫苗 之前有打疫苗的请去打加强针 那这边是疫苗跟加强针的效果 很明显的因为Omicron它具有一定的免疫逃脱的性质 它的住院率 它的住院率打了两季相比Delta 这个是南非的数据 相比之前的Delta 93%已经下降到70% 大家记得在打了两季之下 对Delta的防范的住院率 对Delta的防范的住院率是93% 但是Omicron因为它具有的灵异力逃脱的性质 它已经下降到70% 这是为什么要打 要打Booster加强针 这个是右边这个就是英国的数据 一样大家可以看到 在防范疾病的情况之下 在六个月打了Pfizer之后 已经下降到这边 已经看到防止感染的能力 已经近乎到零了 一定要打了第三季 第三季无论是你是打莫德纳 或者是霍瑞之后 才会重新回到正常的防范感染的效率 那莫德纳总归来说 会稍微比这个辉瑞高一点 为什么 因为辉瑞的剂量 稍微比这个莫德纳的剂量 稍微比辉瑞高一点 所以如果大家希望称高这个警察的数量的话 莫德纳会是比较好的选择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特别差异 但是如果有可选择的话 如果大家想要增高这个最大数量的警察的这个数量 那当然是打莫德纳 我会首选 相比辉瑞 那加强针呢 一样可以保护Omicron导致的住院的这个保护力 还是可以生成住院保护力 一样英国的Data打了第三季 两个礼拜之后 大家还记得吗 那个南非的是70% 重回90% 重回90% 这是为什么还是鼓励大家 没有打疫苗的赶快去打疫苗 就算你现前有感染过 还是一样要打疫苗才能保护你对这个Omicron的病毒 如果你是之前打过疫苗 现在需要打加强针的话 请去打加强针才可以保护你 这个对Omicron病毒的这个保护力 那结论 从2019年末 我们开始的对抗这个COVID-19的艰难旅程 虽然目前看起来这个完全消灭COVID-19 不太可能 但是我们还是要尽一切努力 防止疫情扩散 密切关注这个病毒以及疫苗进展 保护自己跟身边的人 不管是这个感染啊 重症死亡以及这个后遗症 打疫苗永远都是比感染好 减少病毒的产活 我们已经走了非常长远的路 在这个疫苗发展的史上 从第一个疫苗的实验室 到后来用鸡蛋 到最新的mRNA技术 其实疫苗一直都有在进步 所以还是请大家相信疫苗 相信这个CDC跟FDA提交了 我们都是一切都是由资料 有data分寻的 请大家follow这些脚步 我们打疫苗 然后减少这个病毒的传播 然后结束这个pandemic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今天的这个报告 特别感谢大家来参与今天的讲座